1994年1月5号晚上8点20分 十年40岁的安徽省定远县劳动局 服务公司小汽车修配厂工人杨寿勇 骑着自行车下班回家 后座上坐着他的表弟叫米兵 当骑行到定城镇长征路东头与河蹦路交界处的县外贸局门口的时候 路口啊突然窜出来一个年轻人哐哐一下发生了碰撞 年轻人当场捂着肚子指着杨寿勇就说 你别走我被你碰伤了 杨寿勇和米兵刚放下自行车准备上前问个究竟 也不知道哪儿又窜出来两个年轻人把杨寿勇围住 就拳打脚踢 其中一个人呢 手里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柄 自制双管小口径步枪 对着米兵啪就一枪 虽然没打中 但已经把米兵吓尿了裤子 拔腿就跑啊 一连跑出三十多米 米兵又听到一声枪响 吓得赶紧握倒在地上 又听到表哥杨寿勇喊了两声救命 听见表哥喊救命 米兵冒险爬起来回过身这么一看 看见表哥杨寿勇已经倒在地上 三个歹徒已经向西逃窜 米兵赶紧上去看看去吧 表哥浑身是血身上有多处伤口 米兵吓得够呛啊 赶紧呼救 在好心路人的帮忙之下 七手八脚的把杨寿勇送到医院抢救 但是刚到县医院医生这么一检查 杨寿勇已经没有任何生命体征了 已经弃绝身亡 定远县公安局在接到县医院的报警电话之后 立即兵分两路 一路赶往县医院对杨寿勇的遗体进行尸检 并且对米兵进行询问 另一路赶往事发现场 进行现场勘察和群众走访 尸检表明 杨寿勇身上一共有13处锐气伤 还有一处被小口径子弹射穿的枪伤 致命伤是一处贯穿胃部和肝脏的锐气伤 杨寿勇就死于这处致命伤导致的大出血 案发的时候啊 现场有行人 也有人呢 在附近摆摊 但是事发过于突然 前前后后一共也就一分钟左右 三名歹徒作案之后 消失在了夜幕之中 目击者们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杨寿勇就倒在了地上 只知道三名歹徒都是年轻人 一个围着黑色的围巾 身穿米色的上衣 一个身穿皮夹克 另一个头戴做训帽 其他的特征不清楚 射枪案啊 自然非同小可 定远县县委县政府 要求县公安局立即组建专案组 尽快破获此案 当天晚上九点钟 专案组在定远县公安局会议室 召开第一次案情分析会 在会上有两种意见 一种认为 此案仅仅就是意外的交通纠纷 产生的突发性激情杀人 因为之前小年轻 年轻气盛 为了琐事一言不合 大打出手 甚至动刀子的事 也发生过不止一回两回了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 这起案件是有预谋的续谋杀人 根据目击者的叙述 最初那个男青年 是故意冲向杨寿勇的自行车的 完全看不出来 有什么意外的意思在里面 杨寿勇的同事反应 杨寿勇平时啊 在单位里边为人挺好 和别人也没矛盾 当时杨寿勇 正和42岁的女同事 王某荣 以及另外一名女同事 共同承包一个修理班族 前几年呢 曾经疯传过 杨寿勇跟王某荣 有一腿 但是从来没有实锤的证据 到案发前 两个人之间也没发现 有什么异常 一直保持着比较要好的同事关系 不过呀 对王某荣的调查之后发现 他的哥哥半年前 从现有厂停薪留职了 到劳动局服务公司 小汽车修配厂 办个体 这个人呢 叫王光宝 王光宝啊 和杨寿勇关系很紧张 据说是因为看自己的妹妹 王某荣和杨寿勇关系好 心里边不满 还威胁过杨寿勇 离我妹妹远一点 还有一个细节是什么呢 王光宝 可不是王某荣的亲生哥哥 而是王某荣的父母 从别人家抱过来收养的儿子 杨寿勇的家人反映 四年前曾经有一封匿名信 被钉在了自家家门上 内容主要讲的就是 女人是我的 杨寿勇的长子杨某反映说 他有一个好朋友 在城桥梁站工作 叫神手水 这朋友啊 曾经跟他说过 你父亲作风不好 注意点有人要治他 这杨某呢 也承认 听到过父亲和王某荣 有私情的传言 但是他坚决否认 两个人之间真有私情 据此专案组 此时啊 已经倾向于蓄意谋杀了 因为根据现场分析 罪犯是从南侧横穿马路的 完全可以避免和自行车相撞 即便碰上了 只会碰到左臂 就碰到左胳膊 但这罪犯捂着肚子 他不是一个部件啊 明显是在伪装 碰撞发生之后 立刻就有两个年轻人 突然窜上来帮凶 当时杨寿勇和米兵 还什么也没说 什么也没干呢 被撞的也没喊救命啊 蓄意的迹象太明显了 作案之后三个人结伴往同一个方向逃走了 极可能是事先策划好的 只杀杨寿勇 却放过了米兵 说明针对性极强 另外因为杨寿勇身上的财物都没有损失 这个人又没有什么个人恩怨的仇人 因此财杀和仇杀的可能性也不大 最大的可能就是情杀 不过三个歹徒都是年轻人 和死者年纪差了一辈 自然不可能和死者是情敌 看上去应该是受情敌的指使杀人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 那此案就是一起雇雄杀人案 这案组随后就把这个作为侦查方向开展排查 如果死者和王某荣有一腿的传闻是真的 那么最恨杨寿勇的应该是王某荣的丈夫 不过经过对他丈夫徐某杰调查 发现这个人中后老是胆小怕事 跟杨寿勇关系还不错 杨寿勇曾经好几回当着徐某杰的面 跟王某荣开玩笑 这徐某杰也没有不满之色 所以他干这件事情的可能性不大 警方连夜传讯了徐某杰和王某荣夫妻 两个人再三表示 他们和杨寿勇是关系特别好的朋友 绝对没有私情 但是他俩证实 案发当天晚上 王光宝到他们家吃晚饭 到了晚上七点半 吃晚饭还拿走了他们家的所有现金 各位咱刚才说了 另一个怀恨杨寿勇的就是王光宝啊 专案组立即传讯王光宝 但是没有回音 所以专案组在晚上十一点左右 来到了王光宝的住处 王光宝的妻子花某秀 以王光宝不在家为借口 拒绝开门 但这时候啊 抓案组的民警发现 有一道人影从后墙那儿可就翻出去了 于是兵分两路 一路强行破门而入 一路对翻墙者进行抓捕 原来啊 翻墙逃跑的是王光宝的两个儿子 警方当机传讯 王光宝的两个儿子 以及王光宝的妻子花某秀 花某秀承认 他和王光宝 因为感情不和 已经长期分居了 王光宝到了修配厂之后啊 一直在王某荣家吃晚饭 但警方发现 明显没说实话呀 王光宝的自行车 就停在院里呢 于是加紧询问 花某秀这时候 情绪激动脱口而出 我男人和王某荣 什么也没有 但是 没法解释 为什么王光宝的自行车 停在院里 也没法解释 为什么两个儿子 要翻墙逃跑 随着查访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疑点 陆陆续续的显现 王光宝 原来是油厂保管员 油厂的效益 在整个县城 哪是出了名的好啊 他为什么要办 停薪留职到修配厂呢 这不是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吗 另外 根据修理厂职工反映 杨寿永和王某荣之间 之所以会传出 有一腿 主要是看俩人 平时经常打情骂俏 直到王光宝 威胁警告杨寿永之后 两个人之间明显 收敛了很多 看样子呀 王光宝和王某荣的关系 非同一般 俩人虽然有兄妹之名 但根本没有血缘关系 王光宝对王某荣有私情 这也算是正常 会不会是因为王光宝 看杨寿永和王某荣 平时打情骂俏 心里边冒火 愤而雇凶杀人呢 这个假设 虽然听起来不可思议 但是却有足够的证据 于是就从这个方向 继续追查 马不停蹄的连夜查访 到了1月6号上午 汇总来的证据 越来越印证了 专案组的假设 供电局职工反映 王光宝曾经约好了 在1月6号上午 帮机房装变压器 他那个厂的工人 也反映说 零点左右 王光宝到厂里 说要连夜去怀远 买变压器配件 但全都变卦了 劳动局服务中心保卫科的一名保卫干事说 他曾经在1月4号晚上 还提醒过杨寿勇 让他注意王光宝 他认为王光宝怀恨杨寿勇 一直想要动手 杨寿勇班组的另一名女工反映 1993年夏天的某天下午 他刚上班时 看见杨寿勇的茶杯里和工作服上 都有粉末状物 他自己拿去化验 证明这些粉末是皮霜 他随后询问谁来过班组 得到的回答是 王光宝曾经来过 找王某荣借车间钥匙 拿工具去修米机用 他怀疑皮霜就是王光宝放的 杨寿勇的长子说 1993年10月 父亲对他说 王光宝曾经拿着两把陈炼用的宝剑 威胁过他 说早晚有人治他 以后下班晚最好让人来接 不然当心小命 通过各方了解 王光宝文化不高 心胸狭隘 脾气暴躁 哑字必报 有人看到案发差不多的时间 王光宝推着自行车 在米站买米 然后又推着自行车 经过案发现场 晚上11点左右 有人看见王光宝 在南门木材公司门口 通过这些线索 专案组分析认为 王光宝在得知案发后 就从王某荣那儿取钱 又回家放下自行车 再去他那个迷场 谎称去怀远出差 故意迷惑警方 因此专案组决定 立即再次传讯王某荣 在专案组的一再追问下 王某荣无奈承认 王光宝一直钟情于他 曾经向父母提出 要迎娶自己 结果挨了自己父亲的 一顿家法 为了让王光宝死心 父母一手做主 把王某荣许配给了许某杰 随后又强行给王光宝 张罗了婚事 并且搬出去住去 等于把王光宝赶出家门了 但王光宝还不死心呢 等王某荣的父亲去世之后 经常借着探望杨母的机会 和王某荣私会 并且最终得逞 占有了王某荣 王某荣还承认 1988年 他曾经一时把持不住 和杨寿勇发生了一夜情 等于啊 王某荣的丈夫徐某杰 头上两顶绿油油的小帽子啊 王光宝听说风言风语之后 逼问王某荣 但王某荣死不承认 王光宝更加认定 杨寿勇欺负了王某荣 所以多次扬言 要教训杨寿勇 至此 专案组基本认定 王光宝是本案的主谋 另外啊 通过摸排王光宝的社会关系 就希望能发现那三名罪犯的身份 结果就发现 王光宝十年二十四岁的表执梅长春 和十年三十四岁的梅舰搬运工张锡船 有重大嫌疑 传讯他们俩的时候 发现俩人已经出走了 于是立即下发协查通报 追查他们俩 一月七号下午 梅长春在南电乡老家 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 经过审讯梅长春承认 王光宝一月五号晚上 到了梅长春的住处 城北梅厂的二住和二妇出事了 你马上到乡下躲几天 但是梅长春问出了什么事 王光宝死活不讲 专案组呢 立即赶往城北梅厂 在梅厂保卫科的配合之下 以联系大米业务为名 秘密排查二住和二妇 结果发现梅厂 没有这俩人 倒有个小名叫玉柱的搬运工 叫秦思年 经过调查 他没有作案时间 至此案件陷入搁浅 专案组再度召开案情分析会 会后决定 对王光宝和张锡船进行布控 同时对王光宝的社会关系人 一一的进行查证过筛 另外对秦思年呢 也不能放弃调查 直到一月十九号下午 专案组排查张锡船的时候 在卢乔镇获得了重大线索 有人反映 在一月五号中午 见到一个定城镇人 带着一个操蹦不口音的年轻人 在小小饭店吃饭 这个小小饭店就在杨寿永单位所在的河蹦路上 两个地方距离也就三百米 吃完饭之后 人店家得要钱呢 四个蹦步人 有一个人就亮出来了自制的双管小口径步枪 另一个人拿出来匕首 还说了 俺们在蹦步帮人整过人 谁敢跟俺们要钱呢 这饭店老板那也不敢要了 经过询问这四个人的衣着 发现有人和专案组刻画的犯罪分子的形象 衣着很类似 于是立即赶往小小饭店查证 得知那个定城人就是城北迷场的秦思年 而且就在月初时还带人来这吃过饭 也是没付钱就走了 最后是王光宝赶过来把账结了 在他们吃饭的时候谈到了要买土枪 一直吃到傍晚才离开 1月19号晚上 钱回家的张锡船被顺利抓获 经过审讯 他承认案发当晚24点 王光宝和梅长春到他家 说出事了 让他搞三千块钱 1月6号晚上 他带着钱和王光宝一起逃往了贵州 住在他的女朋友那 另外张锡船还交代 之前王光宝曾经给他五千块钱 让他买一台四轮拖拉机 制造假的交通事故 从后边压死杨寿勇 他口头上答应下来了 但根本没有实施 定远县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宋小和 在教育之下张锡船同意 充当特勤将功赎罪 随后在宋局的安排之下返回贵州 把王光宝骗回来 1月20号 专案组传讯秦思年 秦思年承认他和王光宝是远亲关系 两个月前 受王光宝雇佣到邦部秦吉老家雇杀手 通过他的外甥女婿杜宝柱 雇佣了四个杀手 价格敲定为一万一千元 分两次通过杜宝柱交钱 每回交钱都是他和杜宝柱一对一见面 在定城镇南门大桥交款 他不知道四个杀手是谁 只知道其中有一个叫金拳 在邦部警方的配合之下 专案组1月20号 晚上11点 在秦吉街 把十年19岁的杜宝柱抓获 经过连夜审讯 杜宝柱交代四个杀手 分别是19岁的彭向村村民彭金泉 22岁的早林村村民韩福寅 另外两个人 他也不知道叫什么 只知道是彭金泉找来的 他们拿到第一笔佣金之后 就开始策划对杨寿勇下手 第一回因为有交警在场 没成 第二回呢 因为预定接他们逃跑的出租车司机 不愿意等他们作案结束 也没成 第三回呢 从邦步出发去定远县的路上 经过邦步东郊的时候 被东郊派出所巡逻队拦下来查身份证 还扣下了其中一个人的身份证 弄得大家心惊胆战的 还是没成 第四次 就是1月5号那次 杜宝柱没有去 事后呢 得到彭金泉的消息说 活已经干完了 经过调查 也不是好人呢 专案组在邦步查访时还得知 1月6号下午 彭金泉 韩福音 25岁的天河村人张昌记 20岁的刘府镇胡桥村人胡尚红 这四个人在任何级检察站和几个当地的地痞发生矛盾并且斗殴 交警上前制止时 彭金泉亮出来了双管小口径步枪顽抗到底 交警拔出来了五四式手枪名枪警告 最终胡尚红被抓获 彭金泉 韩福音和张昌记逃跑了 胡昌红身上因为被查获了匕首 而被拘留了三天 经过了解 这四个人里其中三个和刻画的凶手形象相符 专案组认为杀害杨寿勇的凶手很可能就是这伙人 再次调查发现 胡昌红和张昌记也有前科也都在逃 1月21号晚 专案组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王光宝被张熙传成功骗回定远 经过审讯 王光宝供认 他因为愤恨杨寿勇欺负了王某荣 而决心杀死杨寿勇 就委托秦思年雇佣杀手 并且承认他曾经在1993年夏天 往杨寿勇的水杯里下披霜 案发之后当天晚上 他从家里先后逃到梅长春和张熙传那儿 两个人把事先准备好的炸药和毒药 处理转移了 随后专案组再审梅长春和张熙传 两个人供认不会交代了炸药和毒药的藏匿地点 专案组就此获取了物证 但到底是谁动手杀的人 王光宝 梅长春 张熙传表示确实不知道 2月5号 在逃的王林傅被抓获 但他交代 他把身份证借给了发小胡尚红 本人对什么雇凶杀人一无所知 由此专案组认定 在东郊派出所 因为身份证问题被扣下身份证的持证人 就是胡尚红 3月6号 凤阳县公安局抓获了胡尚红 但胡尚红十分顽固 拒绝交代罪行 于是专案组决定 由秦思年和小小饭店老板 对胡尚红进行一次辩认 虽然没有辩认出来 但是给胡尚红也造成了心理压力 随后啊 使用预真手段得知 胡尚红在监狱里边 对同间犯人 说过曾经收钱杀人的事 最终胡尚红的心理防线 被彻底击破 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 1月5号上午 彭金泉 韩福尹 胡尚红 张昌继和秦思年 在小小饭店吃饭 并且谋划行动方案 中途不参加直接行动的秦思年离开了 剩下四个人一直到傍晚 才离开饭店开始行动 张昌继手持小口径双管步枪 韩福尹和张昌继持匕首 在外贸局门口埋伏 当杨寿勇骑着自行车 带着表弟米兵 行驶到外贸局门口的时候 胡尚红突然横穿马路 故意拦住自行车 捂着肚子 谎称被自行车碰伤了 然后韩福尹和张昌继突然冲出来 对着杨寿勇用匕首一阵猛刺 张昌继拿枪 先是一枪吓跑了米兵 然后又对着已经倒地的杨寿勇 开了一枪 作案之后 彭金泉联系秦思年 让秦思年赶紧找逃离的车辆 因为没联系上 只好徒步一路跑到秦思年住处 把凶器放到秦思年家 让秦思年找王光宝追加三千元的佣金 王光宝答应 第二天上午八点 在定远县汽车站交钱 但到了时候 王光宝却先行逃走了 那彭金泉他们四个呢 只好在1月6号上午 离开定城逃到凤阳刘府镇 下午乘坐三轮车逃到任何级 结果呢 因为和当地地痞互殴 导致胡尚红被拘留 那接下来的事 咱们刚才也都说了 3月10号 最后一名在逃的罪犯彭金泉 被蹦步警方利用特勤力量抓获 彭金泉对他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至此 这起伪装呈交通肇事纠纷引发的 激情杀人的顾兄杀人案 在定远县公安局专案组 三个月的侦办之下宣告破案 顾兄主犯王光宝 中间人秦思年张席传 直接作案的彭金泉 韩福尹 胡尚红 张昌记 和帮助藏匿作案工具的梅长春 都被定远县检察院 依法批准逮捕 大安纪时2023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再会